在九龍西補選落敗的姚從嚴再次就選舉策略失誤自協 他承認未做足傳統的拉票 多個市民批評姚從嚴落敗是因為自視過高 亦有市民認為今次輸在馮檢基和朱海迪 李童欣報導 九龍西立法會補選中姚從嚴以二千多票之差 輸了給民建聯的鄭永迅 姚從嚴再次為選舉策略失誤自協 2016年在功能組別的選舉 都是用很多比較突破一些非傳統的方法去做拉票 這個都是我自己的選舉策略和風格 當然這個正正就是我沒有地區直選的經驗 所以今次來到地區 其實現在回頭看就應該要做足傳統的拉票工作 額外再加一些新穎的拉票工作 這樣才是做得好的 有聽眾就批評要從嚴志士過高導致落敗 今次你的失敗其實是因為你驕傲 你看不起傳統泛民 整個選舉過程裏面 我看到你出的宣傳單張、海報、橫額 我可不可以說一句叫不知所謂呢? 我覺得今次你輸是輸了兩個人 一個人就是朱凱迪 一個人就是馮檢基 完全信任朱凱迪 變了沒有給其他民主派人士給你意見 你就全部聽了朱凱迪 有聽眾說她的丈夫曾經在功能組別選舉的時候幫過姚重彥 今次在選舉提出協助就被她 今次我們現身幫她 我們組織一個群眾 因為你有一區有一村 九龍西完全沒有裝腳 你都不肯接受 我可能掛一漏蠻 其實我是很需要大家的幫助 但如果做得不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原諒下一次改正 至於會不會參加餘下的兩次補選 她說會交給民主派整體商討 NOWTV記者聶同一報導 好 很多分析大家都做過 我們不要經常吵架別人 譬如劉兆佳那些 說姚重彥落敗不能解讀為選民應讀DQ 但同一段時間她說可能選民不喜歡議會抗爭 其實是不知所謂的 但都是無所謂的 其實包括我們也好 或者坑你去壞人也好 但其實每一個解讀你事後怎麼說都可以 但有些事情 姚重彥我本來也不想說 但我看到大家意猶未盡 特別是泛民支持者 真的 如果剛才打電話去那些 我覺得那個女人 我覺得她是最典型的泛民支持者 OK 我不覺得我純粹聽電話 她現在在Facebook順位要搞救我們那些 我不覺得的 OK 我這一節我會站在泛民支持者的角度 其實為什麼呢 我看了很多報道 聽了很多心機 封閉節目 真是生氣 但是那些泛民支持者 因為我已經沒有聽D100了 我就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招土派搞得我們這樣 那些反而是哪些 嬌仔 吳志新 我根據別人的傳述去說 OK 因為為什麼呢 正如我昨天所說 招土派根本就發揮不了作用 不是招土派沒有作用發揮 是有的 是救票發揮的 不過他們不能肯去發揮 還說自己是招土派 本土派那些我不算 是說招土派 要不就有兩件事 招土派 始終說不到自己的關政緣 我上星期出了一個post 要不就是什麼呢 根本其實我們招土派的人 是少得你不相信 在少得不相信的本土派之中 還有少得不相信的招土派 就只能夠這樣去解讀了 事實上我自己有些 我敲口問 我有些什麼followers 他們都這麼地的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去投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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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賓州的 OK 那他們不會說自己是招土派 你不說自己是招土派 我不會這樣叫你的 你是白票黨 就是了 好了不要緊 首先我要講幾件事 其實剛才坐在那裡三個人 要這樣講 能力我就不敢講 為什麼呢 怎麼為之能力呢 真的不能夠說啊 但是你說誠懇啊 還有沒有這麼黑我憎呢 其實三個之中 就是姚從賢 沒有這麼黑我憎 當然我也不會因為她的落敗 而覺得遺憾 因為我作為招土派的人 就是要懲罰你的 本來你不是泛民 但你還不是跟泛民一樣 加上你過去 那我就當你泛民 當然要搞你了 事實上整個運動裡面 比小人針對的還是你 是姚從賢 剛才那個女人其實已經說了 聽眾人說得很對 是整個選舉 別說你姚從賢也好 你朱凱迪那些 全部就是我昨天所說的高傲 那天我看完這報道 原來他們連找政治明星 所謂陳泰、李柱銘那些 去拉票都沒有 朱凱迪就是政治明星 都沒有 反而歐樂軒想著不想定了 不要理會他不懂 是不是都拿了一群人 如若美 於是原來那些政治明星不是 包括大班他們說 不是啊 我們任何時間準備 你給個電話我就來了 甚至有人不開名 我自己說我過來幫忙 不用 不用 他們想走回自己的一套 老實說 姚從賢沒有直選經驗 姚從賢可能就是因為他 那種傲慢 可以吧 聲勢 因為事前我們三個位 就算老實說問心一句 事前你問我 我就覺得三個位 我們都贏不回 不是我們都贏回 不要說我們 他們會贏回 相信大部分都會贏回 我們都贏回 提高自己的事情 就是贏回 那些賢人 就是等於我們當年 大家 梁天琦是有機會贏的 人人贏 老實說 就算現在這樣輸回 我也不覺得 黃金比例 沒有關係的 說真的 雖然這個黃金比例 已經不是很穩妥 我覺得這次這件事 其實對泛民未必是沒有好處的 如果你們泛民 不要說我們 認識到 在選舉裡面 為什麼那些人叫我選 叫我選這麼多年以來 我不會去選第一 我懶第二 選舉真的是很嚴重的 我們自己做過助選 就知道 沒得你說的 你不要說是那些什麼 貧民區也好 他有錢人區也好 你又選過 你又助選過 看這麼多年 是做契弟 被人屌要笑 走過去 那些婆婆才會抓住你 說什麼 可能你聽不到 她說15分鐘 你都聽不到兩分鐘 你都還要 有很多傻子跟你聊 是啊 你又要跟她聊 如果被我選了第三分鐘 你不要再說 這樣 為什麼呢 哎呀 楠康正啊 楠先生啊 老實說 我真的不想這樣說 但有時候 不是養百養人 有時候 去到一些所謂的基層區 哎呀我那裡沒有水 怎麼樣怎麼樣 你拿一份表給我 他連四天後 都說沒有水 都不肯拿一份表給你 你打電話給我 他又不打電話給你 就冤著你 好了 去到那些所謂的富貴區 各個的傲慢 你跟他聊天 看都不看你 你跟他打招呼 眼尾都不愁理 你們憑什麼去傲慢 選舉 你女孩子 真是鞠躬氣 不要說你們 你們看 外國 什麼日本 甚至乎選美國總統 做了美國總統 做了英國首相 就說 之前 他的狼狼叫做寶寶 又這樣那樣 你們不想 你傲慢 離他們的事前 現在很多人提他們 我看報道 離譜到九點鐘 他才擺在對街站 不肯洗樓 做了一些海報 被人說土奇是來的 拍機箱笑得 不是 阿Win 你說沒有海報 我也看不到 有些我看見是手滑 因為被人說 因為我們最後三個星期 才籌到海報的錢 我不知道 我選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那時候那條帽子 他最初都沒有了 他只有六個星期有空閣 那你就在其他方面去想辦法 全部拉拉拉 你沒有的 老實說 你說九西大 又可以 你說九西大 是很大 那你就整個團隊 有三兩十人的氣勢 不斷開街站 今天開這裏 明天開這裏三個禮拜 街站見不到 見不到 完全見不到 見到四次 每天都見到 然後你這樣去輸二千票 這個位置老實說 是你送給鄭明信 真的信給他 那一邊可能贏 我覺得有兩件事 如果你泛民 這次暫時看下去 他們會檢討 但是問題 香港的制度和這次的爭位 涉及了兩件事 他們最後的檢討都會失敗 都是不會檢討的 現在泛民以後 可以不給這些位置 你自決派選 他們後說 首先就是 如果對正面意義 泛民是吸收到的 但是起碼對這些精英 所謂自命維 或者暗口不講八國 心默立氣 就是這樣想的 就麻煩你們醒醒默默 就知道 可能你們第一 要做很多事 默默奸民 但是忠然是默默奸民 都不代表你贏的 你看上屆 黃毓民 沒得輸了吧 你怎麼問我 我覺得他沒得輸的 你說很多人很討厭 很多人很討厭 喂 幾個禮拜 全部是幫熱狗 幫鄭松泰 幫幫國師 那你就糟糕了 喂 就是這樣了 我希望我們吸收正面意義 就真的不要那麼離地 雖然他們仍然會是這樣 很離地 是的 姚松嫌自己的政治生涯 我想都基本上接近玩完 就看看泛民開不開 綠燈他給你 但泛民各個 想欠你的位置 首先 下兩個位 劉小麗會不會不選 法民給不你選 不 不用說泛民不不 那兩個位置 說真的 因為這次泛民自己都說 要說什麼 要說什麼 輪尾 雖然他們對著新冬 他們又不說 有些人說 他都不出來 但是之前有個說話就是 如果你出來都不肯你去 就是這樣說的 是的 如果劉小麗自己選 那就沒話說了 那麼新冬 長毛會不會給你一個位置 長毛自己選不選 長毛自己會不會不選 除了這兩個位置之外 接著要說下屆 要是你去到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就沒有運行 他知道有運行 他就去選 就不會讓我去給司法民 因為上次就因為功能組別 去建制派內訌 你抹開兩結 但是奇怪 你這次司馬民拿的票 還要拿多了 證明工程界 其實都有一班 看到了 那個界別 都有一班 打在黑系比較 泡民主派 多一些 那麼 如果姚從賢 你說去 我很快 大家不用說話講得那麼盡 做了幾年評論之後 除了我抹你的面子之外 我都不會怎樣去攻擊他 雖然我覺得他很會扯 那些政策也很會扯 但是 我要這樣說 他很快可能都會跟法民抹面 你譬如這樣說 去到2020年大洗牌 那些位置都在陷阱 那些位置 可能要跟著 誰選誰 跟著可以扔後面 或者 我不想去 你 這麼粗 看看為什麼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說到比例代表制 這樣的時候 那些法民就會說你借票 是 是不是鬼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不用 日本都派 我說給你 不用的 很快 我一看這麼多年 好地地 例如那些本都派 對呀 可能跟我們好朋友都可以 屌你一道選舉 屌你老母 你問他 我經驗都多 你這次選不選 不敢回答你 不敢回答我就去選 屌你老母 我早就去選 就去別的地方 不敢去別的地方 即是你是鬼 包括泛民支持 就算你做了兩年 地區對工作 你也是鬼 沒兩錯 剛剛香港島 那兩個區都是這樣 保選區議會 建制派就是遺憾的 我想建制派就是 屌你老母 早知道我就不要出陳交配 屌你老母 贏了幾千票 又是一萬票 屌你老母 早知道原來你這次 這麼想賓州 我起碼拿回兩席 他真的很難遺憾 新冬就贏不了 因為那個票員真的太難 爭得太遠了 剛才我見借派信 他借票 真的幾十個師奶 他為主帝 分分鐘都是對師奶 很慘 你不見人 即途近新當年就是一個奇蹟 來 那麼 看看第二段片 看看歐諾堅 吧 歐諾堅批評司法覆核輸打贏要 又反駁說只是燒過道具抗議式法 過往沒有 將來亦都無意燒基本法 他願意收回在選舉論壇上 歐諾堅反駁入品狀的指控 我過去是沒有燒過一本基本法 在2016年的行動裏面 我們只不過是一張 基本法2.3的複本 而複本只不過是一張採印的A3紙 這張採印A3紙 裡面是沒有任何的內文的 我在未來亦都無意燒一本基本法 那為何論壇上會這樣說呢 你有沒有燒過基本法 我燒過基本法 你還燒不燒這本基本法 如果我們見到一些抗爭 我們是需要來做這個行為 我不介意再做一致 選舉論壇我們沒有辦法 來到去講清楚當中的實際意思 我當時說這個意思是容易 是如果我覺得人大釋法 是不符合這個基本法原意 而是我不認同的話 我都會表達它的意義 我們不同意北京的做法 不等於我們不擁護基本法 我是有任何意思上面的誤會的話 我是願意來修正 甚至我們去修正一個 不是一個確實意思的權利 當選一天就被挑戰 歐諾軒說 是不尊重選他的13萬7千人 其實是輸打贏要 當結果不合乎他們心意的時候 他們就來到日品法院 我想問問王國興 究竟你這樣做 是浪費了多少罐納粹人的午餐肉 四位新當選的議員 暫定下星期三宣誓 歐諾軒說到時會非常謹慎 跟足規矩宣誓 有先電視記者 馬車請報導 香港人要爭取民主 難上加難 首先說到選民先林康誓 其實自從老共這樣來玩東西之後 都分成兩派人 一派就是我們這一隻 就是放棄議會 一派就說 不要進去玩東西 自我審查 但是即使進去 委屈求存 進去被人DQ 都不發來 有 有遊行 有遊行 首先說一件事 第一次衝完去西環 一抓人 第二次不敢衝 歐諾軒從來這樣回答 可能滿足了 除了問法問問題外 亦都滿足了那些所謂的策略派 哎呀 現在選了你們進去做事 為我們什麼什麼什麼 我真的想問那些傻子 屌你了 他們進去做什麼 除了為他們自己的錢包 代了錢之外 他們為你們做什麼 好了 但是顯示出來 你說是幾隻狗 馬草黎這樣問他 你當時在論壇上 答得夠夠的 我不說 現在我去到這個環境 其實你可以不回答 我不贏就贏了 他為什麼要回答 他這個答其實不是答那個訪問者 是答給他支持者 是答給中共 屌你這樣說什麼 我說是福本 笑基本法是一件什麼事 基本法老實說是正本也好 福本也好 什麼想都好 屌你了 難道你告訴我 屌你那本手冊基本法才是最厲害 要燒那本 從來都是你象徵意 當日你燒過你就燒過 是啊 我認為基本法屌你 他不想尊重我 這是我們期待抗爭者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所謂的抗爭者 本土派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厲害呢 就算他們進去不玩也好 他也不像我這樣回答 他們一樣可能會像歐樂圈那樣回答 為什麼呢 要委屈求全 所以梁天琦當日他簽了確認書 又說自己反對自己 我屌你那時候還在選 反正屌他 你說什麼是抗爭的 我們都說了 絕對梁天琦之後 到這次的人為了他參選 陳國強也好 陳剛成就好 是啊 劉榮康他也好 也是這樣 你不需要啊 大哥 如果你連自己宣誓 有沒有可以玩的權利 還有你自己說 你會不會消極管法權利 都不能保障的時候 你很難就去說服到其他人 你保障的權利 你真是很難的 你說這樣真的不能做 你怎麼說 你又可以做什麼 共產黨就憑著這些緊箍 就吃著 你憑著什麼 為什麼你們不堅決抗爭 起碼你了 換來一些掌聲 對吧 換來令到一些人覺得 民主未是這麼沒有希望 但是掌聲重要 還是資源還是位最重要 只要資源 講到這麼多 不是賺錢錢 沒有東西去做 陳國強那些不是 但是這個是他們說的盲點 經常覺得 你有個位就什麼 有個位就什麼 你有個位就什麼 有個位就什麼 現在 隨時拉夠你就拉夠你 是吧 這一陣子 好了 我們多說一些 這些都不說 就是那些泛民的清算派 第一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沒有清算過 還是我可能沒有留意 真的沒有 清算審四海 差那麼遠 是的 清算雲立糧 黃安石 黃安石都被人清算 可能是他們拍照 但是法國佬也沒有找到 法國佬有拍照 但又沒有被人清算 你老母 喂 是不是當我開玩笑 還是我真的太多人 那我就算不是太多人認識 也不會太少人認識 但我有研究 什麼 我有研究 你有研究 我都出了一篇 他就說 我們不要緊 我們做2020 做下一次補選 我們下一次進分選票 要他十倍奮滑 八倍奮滑 法道建制派政府 口中面中 又是清算派 其實我不知道是原師 我只知道是原師 沒有系 其他我也不知道 怎樣為止是清算派 有組合 我們不要超過那麼久了 牛精文 昨天還是生日 六月六月六月七 我看到他在恭喜他 我又恭喜他 一入他的帖文就看到他 我真的發覺牛精文 可言是我們調理龍毛蘭花 如果不然我們收皮 他就是第二屆的主席 OK 即是我 阿波仔沒有嗎 怎麼會輪到他 他想要搖底 是不是才搖底 被人搖 被人搖滔滔滔 你不搖手 你是不是鬥搖 調理龍毛蘭花 就是這樣 不是啊 他要搖你差不多 夠野蠻就可以了 牛精文不肯說道理 要搖別人 還說什麼道理 或者人搖你這樣 不是 打吧 我們最喜歡的 好了 牛精文他的水平真是豪能見 我們去到那麼激進 我們真的沒有屌票 牛精文說 唉 看到今次選舉結果 我都不禁無言 那些過不了自己的良心的 投白票 廢票 不投票的 他們真的還未深明大意 但是 我們不能夠屌咬他 我們只能夠搖頭探飾 眼白白這樣看著飯狗 歐洛西 這兩條狠狠得吃過養 我心中的路火 狗狗不息 你說牛精文無論他對世的觀察 還是對民主的掃養 喂 他們是未夠深明大意 但我們不能夠吊咬他 最多都是搖頭探飾 這些叫做民主掃養 什麼叫民主 叫選民張票去項目 就會說民主 就不會說那麼大 好像亨利那些一大輪道理 當然是沒有去教室 確實是對的 但其實客人都知道 那張選給我的時候 說你鎖著他 我告訴你 這次選好像這些男人 心靈大義 陶傑那些 說這次就不用了 豬派一隻牛出來 這個是你們的想法不斷想正常 是一個campaign 你們說到 但事實上現實就是 那張票我喜歡給這個帥哥 那個說的也對我聽 你吹嘴嗎 因為現在你欺負我的張票 不是你是我 我經常見到你 你欺負票我就給你 這個為什麼我說要投對家 我們真的不要說過了 投對家就是令到要欺負我們 我們要欺負我們的票 然後我們可以鎖下去 他不是成功了嗎 又或者我告訴你 我們繼續放長雙眼看 在日後他的政棍就肯定了 他做的事情也會審慎一些言行 為什麼呢 因為是聰明人味的 一定要跟你修補關 因為他知道泛民要投票 當然了 投票就這麼多了 原來有一堆 真的有幾萬票 不要當我們本土 是游離了的 隨時給方國生也可以 不想投票也可以 那你去到兩年 戒換戒的時候 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你們的作用 他正常要就你 或者泰國商業要就你 要你了 休息吧 再見 三文 二月份的一級馬王爭霸戰 都鬥得挺激烈 是啊 每個參加者施展 雲身解數 分數和咬得雙多緊 接下來三月份的一級馬王爭霸戰 又正式展開了 現在開始接受大家的登記 記得參加一下 因為獎品也挺豐富 沒錯 每個月的冠軍有現金獎 一千元 亞軍又什麼 有200元的MIHK 如果大家想參加這個遊戲 考一下自己的眼光 或者想挑戰一下我們 記得訂閱我們 一級錯馬方程式 也可以打電話 39558673查詢 再見